同学们好 我们现在呢开始数据结构与算法 第八章文件与外排序第三个课时的学习 那我们这个课时呢 主要是要讲解一下拜方数的实现 那我们在上堂课呢 已经给大家讲了一下 这个拜方数它的编号的这样的规则 对吧 那么它的编号的规则的话呢 它实际上是从根节点开始 然后它的编号实际上是从这个一开始 那这上顶上头这个B0呢 它把它空出来 作为全局的这个优胜者的这个位置 那么在这个底下的这个外部节点呢 它的编号呢 它是从左到右 而没有考虑上下顺序 对吧 这样开始的 那么这个编号为什么会这么编 这么编有什么好处 这个编呢 它主要就是为了它这个后面算法实现的时候呢 比较的统一 因为我们在后面算法实现的时候 从它这个构造初始化的这个拜方数来看 它就是从这个二叉数的最左边开始这样构造的 因此呢 它就这么编 那么我们有的同学说 我如果是这里 我还是顺着这个内部节点的这个号 我来过来编 是不是可以 然后我自己知道哪个地方是外部节点 哪个地方是内部节点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应该是外部节点了 那我说 这个地方呢是B6 这是一种编法 对吧 然后这里是B7 就整体的这个二叉数呢 是作为统一的编号 那么还有另外一种编法呢 我们同学习惯是这样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边 因此呢 这个地方呢 在外部节点里面呢 它这里呢 编成L0 这个地方呢 编成L1 然后一次到下面这边 编成L6 这样是不是也可以呢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这样编的话 你在后面写算法的时候 你就要根据你这个编号呢 你要写另外一套算法 没有关系 对吧 大家习惯不一样而已 那总体来说呢 我们认为 这样的我们教材上的这种编号方案呢 是比较好的 这个是为什么 首先呢 就是我们后面算法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么这样编了以后呢 它的这个运算呢 是从左到右来运行的 所以呢 比较的直截 另外呢 还有一点 为什么我们不采取 全局的统一一个号来编 这个是为什么呢 那么这个呢 是因为 你这个外部节点啊 它实际上呢 是一个一个顺串的buffer串 它实际上每一个外部节点 都对应着一个缓冲区的 这样一个头 就是说相当于缓冲区的一个指针一样的 我现在呢 每一个呢 都是一个缓冲区块 然后现在这个缓冲区块 它自己操作到什么地方呢 因为它是一个 有趣的这样的顺串 所以呢 操作到什么地方 它自己缓冲区内部 它管理着 它知道的 那么这样呢 再来看一下 这个内部节点 内部节点的话呢 它就是为了要完成这样一个多路规定 而实现的这么一个二叉数 它很简单 它就是内部一个二叉数 所以内部呢 是另外一个结构 因此把它分开来呢 是有好处的 明白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拜方数的实现 那么上一堂课 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拜方数的ADT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知道实际上要初始化这个拜方数 而且呢 在初始化的时候 以及在以后的应用里面呢 它都有两个最重要的函数 一个就是play 这个play的话呢 就是说从这个 某一个点P 它比赛 这个点P呢 它比赛的内容呢 是它自己的左右两个子节点 这样的一个比较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叫做replay 这个replay呢 就是说在某一个点 它是作为全局的胜者 出来以后 那么在这个顺串里面呢 它必须要顶上一个新的 在这个拜方数里面呢 再重新构造这个拜方数 所以呢 实际上这个replay呢 是一个重构的 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这个拜方数 它有一些特点 对吧 它在这个拜方数的 主线路径上 是保留的这些 在每一轮比赛的这个拜方 所以呢 在重构的时候呢 这个新节点 它只需要跟自己的负来比 一直比到根 就完成了这一轮比赛 所以呢 它虽然只是一个replay的操作 但是它完成了 整个这个重构的操作 那么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初始化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对吧 实际上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拜方数呢 它也是一种特殊的 这种二叉数的 这种实现方法一样的 我们在前面的 这些二叉数的算法里面呢 很少用这种方法实现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呢 它是这样一种实现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实际上 教材上呢 也有一个习题 是用这个拜方数呢 我可以也来构成顺串 但拜方数它还可以用来 做一些其他的 一些游戏性的那种竞赛 也是可以的 它总之是一种竞赛数 所以它的用处是挺多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拜方数这个例子 然后我们再来理解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来比赛 那如果是说我们同学 来构的这个拜方数的时候 上次我们也给大家讲过 对吧 那么我们每次呢 我们把这个圣者 就往上面传 然后拜者呢 留在这个节点 对吧 那么我们上次 跟大家讲了这个过程 对吧 然后你比如说 这个是 拜者是这个顺串一 圣者呢 是顺串二 因此呢 我把二往这上头送上去 当然如果你要是高兴 你还可以写上它的这个值 对吧 那你你就括号起来 你说这个L2 等于九 如果说你能够比较清晰的 对应到这个外面这个顺串呢 你也可以不写 这个也没关系 那么这里呢 拜者是三 那么圣者呢 就是四 对吧 那么就是说 L4 等于六 那么你再往上面 这样去构造 对吧 那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不想一种新的方法 那么整个这个拜方数 假设你认为它很大的话 那么在每一步 你可以看到 在每一个节点 它都会要存好几个东西 对吧 比如说 我们同学会想到一种实现方案 就是在这个内部节点啊 我都扩展一下 我不光是说我这个 这次比赛的这个拜者 这个位置 还有我的左右指节点 这个倒是不用你存 对吧 因为是在 它是一个完全二叉数的形式存的 这个不用管 好 那我再扩充一下呢 我存左右指节点的 那个圣者 是不是可以 可以吗 你要扩充这么一下 对不对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这么扩充一下 你每次比赛 你往上头放 你就有地方放了 对吧 然后在上面 在轮到这一个节点 他来再来看的时候呢 他就能够看到我这个 他的左右指节点 各自的圣者是什么 然后我把这个圣者呢 就再往我的副节点那一层去传 然后我把拜者留下来 但是呢 人们发现了 其实不必要这样 对不对 那么起码呢 我们就可以省一个 我们有同学会慢慢的来节省 对吧 首先我可能不需要说 那个左右指节点 再加上自己这个失败方 这里有三个存储单元 对吧 我们想 既然我这个圣者 我还要往上头存的 对不对 然后我失败方放在这里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 省掉一个 在我这个 左右 对吧 我 放上去的时候 我就只要两个 就是左右 对不对 然后我 总体来说呢 我每次比完以后 我把这个失败方呢 我就都统一存在左里面 那么就省掉一个 那个全局的失败的嘛 对不对 就省了一个 明白了吗 那这样的方法呢 人们觉得 可能还是有点不太省 我没有必要 这个可能还有冗余 人们在想 我怎么来判断这个冗余 我怎么来消除这个冗余呢 好 那可能就是这样 我如果 比赛 我都是 从左 往右 来进行 而不是像 我们同学自己来做这个题 我是 看到哪 顺眼 我就在哪 做一下 我没有序也没关系 我最后做完了就行了 那么他想 如果 我每次比赛的时候呢 从左 往右进行 那 我在这个 失败的这个呢 我是留在我这本地 胜利的那个呢 我就把它存在 我的这个 呃 复节点 他这个位置 胜利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看这一个吧 那么 呃 那我如果是 那我如果是在我这个 我胜利的怎么办呢 胜利的 我直接的给他 啊 放到这个 祖先这个位置去 放到这个位置 展存着 那么我现在呢 就是展存着 就是这个地方是 我是说 L2 放在这 那么我们同学说 我并不一定是 他是胜者 没关系 当这个右边 也比上来的时候 也比上来的时候 那么 这边呢 比如说 L3和L4 3是失败的 4呢 是胜利者 那么 这个胜利者呢 他去 跟 这个 呃 祖先节点来比 跟这个祖节点比 为什么呢 因为祖节点肯定是 左边那个 他推荐上来的 这个胜者 那么 这里一比了以后呢 失败的呢 留在本地 胜利的呢 再往上面存 明白吗 那么 这样的话呢 他每次比呢 就是 从左往右 啊 那么从左往右的时候呢 对于这些 左边的这个节点呢 他没有关系 如果是说 他是从负的左边来 他就传一轮 就完了 那么如果是说 他是从负的右边来 他必须要 往上面 做一串事情 把这个 整个这个 呃 这一串 这个祖先 记录上的东西呢 都来改写一遍 那我们来给大家 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假设 你看啊 我们往 这里呢 那个 呃 这一片 我们假设 是 比赛哈 比完了 比完了以后呢 然后呢 就是说 呃 这里 一 跟三 这是他们的 失败方 对吧 那么刚才胜利方呢 是二 和四 分别是二和四 那么他比完以后呢 这个二呢 是作为一个失败者 放在本地 现在呢 他四呢 占据这个位置 当时比的情况呢 是这样 六 是一个 呃 失败者 那么五呢 是胜利者 他把五给 推荐上去了 放在组的位置 明白吧 然后呢 现在 在这个 胜利者 五 和胜利者 八 之间呢 他们有一个比较 胜利者五呢 是 他是 是等于 八 胜利者八呢 他的这个值呢 是 等于 十七 因此 这个时候呢 这个 呃 八呢 就比输了 我们这一轮呢 推荐上去呢 是 把五给推荐 推荐上去 五呢 跟这个 跟节点的 他原来 左边 推荐上来的 这个四 进行比较 那么 四呢 他发现 呃 是 全局 优胜 所以呢 把这个 失败者五呢 放在这 然后四呢 给推荐出来 全局优胜 明白吧 那 因此呢 他在这个 最右边的这个 他做的事情最多 他做的一大串 每一个这个右边 他都要做做做 做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 他自己某一个祖先节点 是从 某一个 呃 先祖的 左边来的 我就停住 明白吧 那么如果是说 自己是从 这个右边来的 是这么一个右脸 他一直往上头顺上去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么这个过程 明白了 大家后面的这个算法 你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 那么 还有一些问题呢 就是 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呃 因为我们这个树的话呢 他不一定是正好 给他堆满了 对吧 最底下一层 不一定堆满了 因此呢 你在这个两两比赛的时候 有的情况下呢 是呃 这是最外层的 最底层的这个 他们互相之间 这个比 这是一种 那么 这时候 因为他计算下标 和计算这个自己的 主线是不一样的 那么还有一种呢 如果是说 我们少一个外部节点的话呢 如果是基数个外部节点 我没有必要多 这么一个内部节点 如果是 少一个外部节点的话 他会是这样的形式 就是说 这里呢 是 一二三四五 这样多个外部节点 然后编号呢 还是这样 他肯定是还要保持这种完全二叉数的形式 编号的话呢 他会是 呃 一二 然后呢 这个是 这个方框呢 是一个外部节点 然后呢 他是 L3 这个呢 是L4 这个呢 是L5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没有必要 为了一个外部节点 再建立一个内部节点 对不对 所以就把它直接给提升上去 那么 这样的话呢 大家看 那这种比较呢 他又多了一种什么情况 我们前头介绍了一个 是 呃 两个最底层的节点比 还有两个倒数第二层的节点比 那么这种情况呢 就是有一个 一种情况是 呃 一个内部节点 跟一个外部节点比 对不对 好 大家想 这种一个内部节点 和一个外部节点比 呃 在整个你这个 拜方数里面 有几次 有几次 只有一次 只有一个 而且是 哎 没激素的情况 才会是这样 那么 剩余的呢 很多情况下 都是内部节点 跟内部节点比 所以大家在总结一下 我们这个比较有几种情况呢 那么是 呃 这个 两个最底层的外部节点比 和两个倒数 呃 第二层的外部节点比 另外有一种情况呢 是一个外部节点 跟一个内部节点 进行比较 还有的情况呢 是呃 内部跟内部节点 之间 这种比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大家再想一想 内部跟内部节点 之间的这个比较 我们在这个算法里面 能体现出来吗 在算法里面 其实我们没有显示的 去写出它来 为什么 那么因为我们在整个算法的 组队的时候 我们是 从 左 往 右 我们就看这个 倒数 这两层的节点 我往上头比 就可以了 我不要再循环到内部 因为我们在 随着我们 从左往右的 这个过程中 它最靠右的 那些节点 它们比较的 这个次数呢 会多一点 它会要传递到 某一个 这个 呃 主线 这个主线呢 它是 自己呢 是从别人那里的 左边来的 我就停住 如果是从右边的呢 它一直 往上头走 因此 这种内部节点 这种之间的 这种比较呢 它在里面隐含的处理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算法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的话呢 这是 首先我们 来构造它 这我们其实 刚才讲的 这个过程 实际上都是 来构造它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 呃 这个size 对吧 我们计算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s呢 我们是 计算 这样的 这么一个 呃 内容 对吧 那么 呃 2的log n-1 次方 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 其中 这个 计算的 这个方法 就是这样一个式子 它很有名的 就是大家 怎么去算 实际上是 就是说 它是 每次乘以2 然后再把这个 呃 倍加 就是它的这个 不长的话 加上这个s本身 大家去找几个例子 推一下就行了 这个比较简单 但是 这个算法的话 呃 曾经有一年的 加一体里面都有这个 嗯 就是这一部分 就是计算这个s 就是2的 呃 log n-1 次方 那么 然后呢 这算出来呢 这个呃 呃 low x t 这个是我们 刚才呃 讲过的 对吧 就是说呃 呃我们在上堂课讲过的 这个offset 的复节点呢 那么它是 i 减掉 low x t 那么就是表示说 它 在 这个呃 整个这个倒数第二层的 外部节点 它 是呃 第几个 对吧 比如说5 减掉 这个4 它是在倒数第二层的 外部节点 它是第一个 然后呢 再加上 n-1呢 是所有内部节点的个数 因此就表示 它在整个这个二叉数里面 它是排在第几 对吧 那么这里 比如说呃 是呃 它在 L5 它在这个 整个二叉数里面 它是排在 第六个 对吧 然后再除以二 就是它的复节点 明白吧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这个无所谓 这个这个东西 大家知道推导的这个呃 来历的话呢 这个大家应该是会的 对吧 比如说 我们在期末的时候 这个地方 有可能就是在算法里面 是属于一个填空的地方 有可能可以出现的 对不对 就是属于你自己要清楚这个概念 清楚怎么计算 它这个复节点 好 那么这个呃 来历呢 我们再回顾了一下 然后我们就再来看一下算法 它为什么要计算这些东西 对吧 那这个计算出来以后呢 那么 这个呃 呃 ext呢 它就是呃 二乘以N-S 这个大家推一下就知道了 那么这个呃 offset呢 它是呃 二乘以S-E 就是这个offset的内容 然后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构造的这个过程 这个构造的过程呢 它是两两一对进行处理的 那么最开始呢 这个最底层的这个外部节点 它一定是个偶数个 你可以看到从这个L-EXT 它这个计算公式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一对一对的来进行比较 那么这个呢 I-E是左边那个节点 I呢是右边那个节点 这个编号 然后呢 这个呃 offset加I除以2 就是它的这个负节点 它们共有的那个负节点 是我们现在就是比呢 是在这个负节点这里比 也就是说 我们要决定谁呆在负节点上 谁呢 给推荐上去 对吧 好 然后呢 就是说 这个地方呢 如果N是基数 就是我们刚才构造了一个数 对吧 如果N是基数的话呢 那么就存在着一次 这个呃 内部节点跟某一个外部节点的比较 而且我们知道 我们刚才构造了一下 那么这个内部节点呢 一定是在左边 这个外部节点呢 一定是在右边 这样的 对吧 我们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好 因此呢 就是说 这是一个内部节点 那么这里呢 是一个外部节点 那他们的这个呃 负节点的这个位置呢 是N除以2 这个大家如果不清楚的话 你下去推一推 对吧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来进行 呃 比较 是呃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你这里比了一次的话呢 那么这个爱呢 要往下面 那个加上3 因为你多了一次 这个外部节点 就是呃 不成对的情况 那么 否则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爱呢 是涨2 就是涨1 呃 就是往右边呢 再涨2个 就是跟这个 这个负语句出来的这个2 明白这个意思吧 这里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推导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剩余的这些外部节点呢 他们就是倒数第二层的外部节点 这些剩余的外部节点呢 他们在比 那么这里也是 爱减1是左边 爱呢 是右边 他每次比的时候呢 是两两一对的比 然后比的结果呢 是在这个父和祖先 那个地方 会要有些处理 对吧 就是失败的 失败的呢 就是留在这个 呃 父 如果是成功的 胜利的呢 那就要看 他是从这个 呃 父的 呃 从这个祖先的 左边来的 还是右边来的 如果从左边来的呢 直接推荐到这个祖先的 那个节点上头 先待着 等着右边的那边处理了以后 再来比 那么如果是从祖先的右边来的 那么他就要完成这一串 往上面传递 一直到 他是呃 从祖先的左边的 那个节纸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你从这个呃 初始化的工作来看 你感觉 是好像是对于这个外部节点的 这么一次单循环 就做完了 但是他内部的话呢 在这些play的这些呃 操作过程中呢 他有一个往这个祖先 这样继续进行比赛的这么一个工作 所以他的这个呃 外排序 他的这个拜方术的初始化技巧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呃 那么如果说这个算法本身 如果要来看的话呢 那么他有好多个地方其实是属于很多人不见得自己能写得出来的 呃 当然一般来说不会说让你自己再重写一个这个 那么这个难度呢 对于我们呃 全学院的这同学来说是有点难 但是实际上刚刚大家我们 忘了是01节02节同学期末考试就是这样一个内容 就是写的是外排序的内容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是你要会的 这个结构的话 你要会就算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呃 呃 nonext后offset 显然你也是要会算的 这个就是简单的数学的 那没什么太多编程技巧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地方是对于底最底层的这个处理 他们的这个负节点是怎么计算的 这个你大概是得会 对不对 然后呢 当哎 哎 没计算的时候 哎 一个内部节点和一个外部节点 他大概都是什么下标 然后他们的负节点是什么 这个你大概也得会 然后这里跳转 这个点挺多的 这个呃 程序的他这些可填控的点是蛮多的 好 这个是剩余节点的比赛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会算这个倒数第二层 他们的负节点是什么 对吧 嗯 把这些掌握了以后呢 整个这个程序 这个算法 其实你就掌握了 对吧 好 那如果是说你对刚才那个初始化的工作 你还不太清楚 那你自己去设一个N 然后呢 你再给一些数值 你自己去比赛去 自己去操作去 对吧 那么对于这个呃 整个这个呃 呃 拜方数 它的这么一个构造的过程 你应该是会的 对吧 那这个play到底怎么play 到底怎么玩 这个是有一点呃 玩法的 对吧 这个玩法呢 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这个idea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说 对于某一个比赛点 这个是比赛点 这是比赛点的左右 这个数据 对吧 左右的这个指针 那么你可以看呢 首先呢 这个失败的那一个 这个失败的那一个就放到这个比赛点这里就行了 那么成功的那一个 那么成功的那一个那就还要看他到底落在什么地方那不是说马上就能落到祖先那个地方那么对于内部节点的话呢也就是说他如果是呃这些内部节点他除以二以后他还是一个非零的数就表示他是个激素是激素的这个内部节点的话呢他都是呃从这个右边来的 那么从右边来的呢就表示他还要去负责刚才他那个左兄弟那边的一些处理情况而且有可能如果是说呃一直是从右边过来的话呢他可能要上传好几层 那么在这个情况呢就是说呃比如说如果是对于这个这个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刚开始L1和L2在B4这个地方比 那么这个P呢是等于4它是一个偶数不是一个基数那么他呢就是说从左边来的那从左边来的情况呢他就根本不进这个Wile循环 那么B的P除以二呢就是他的一个主节点那么把这个赢的那一个呢就直接放在主节点里面直接放在这个主节点里面 而输的那一个呢放在呃这个P这个节点里面好 那么如果是说从这个右边来的从右边来的这个内部节点的编号呢它是一个激素的这种形式 那么从右边来的呢那他就是要去看一下 因为在这个呃祖先节点这个地方呢他是存的从左边来的那个赢者那个胜利者 因此呢他就要跟这个呃祖节点的这个进行比较 这个就是说胜利者这是我们自己这一轮L3和L4推出来的这个胜利者 那么他要去跟这个主节点里面的这个胜利者进行比较 那么输的那一个呢放在这个负节点里面 那么赢的那一个是不是就放到这个主节点里面 那还要看就是说他是不是还是从这个左边来的 如果是说从左边来的呢就可以直接放在主节点里面 如果是从右边来的呢他可能就不能放了 我们这个例子正好是举的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这个图呃地方也不是特别大 那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某一个数特别大 那么我如果是说从这个最右串这个地方呢 他可能会有这么一串的要去传递比较这样一个工作 对吧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把这个呃 负节点呢的编号除以二取下整 那么就是又对这个主节点这一轮呢进行继续的这个循环 一直到这个主节点它是一个啊 偶数边来的也就是说从这个左边来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再把这个胜利者呢放到这个 这个主节点里面啊就停住了对吧 这是这样一个呃比赛的过程 这个过程大家应该理解了 这个如果你不理解这个的话 你看那个初始化的就会有一点问题对吧 他们是呃相关的操作 好这个是呃比赛的这么一个操作 好另外呢我们大概看一下这样一个重构的操作 就是说我们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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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们的第二个全局最优者 给他找出来 这样一个重构的工作 那么我们回去看一下 拜方术 这个拜方术的事例 那么在这个地方 是这样一个操作 那假设这个全局最优者 是顺畅四里面的这个六 他出去了对吧 胜利了 那么现在呢 把这个十五给顶上来 就是说在顺畅四里面 把这个十五顶上来 那么他顶上来的时候呢 大家看这个其实比那个play呢 还要简单一点 那么顶上来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直接的跟这个负来比较 而且这个比的话呢 他还是一直要比到这个 跟才结束 对吧 那么他如果是说这个 这个上一个失败者是三是留在这儿的 那么他知道 他跟这个三呢 进行这个比较 对吧 那么三跟这个四来说呢 是二十和十五 因此呢 十五也就是L四 这个呢 是胜利了 要放到上面去 对吧 那么这个L三呢 他还是失败者 可以放在这儿 那么 我再来看的时候呢 这个 主负的这个里面呢 存的是二 那么我就可以直接的跟这个顺畅二的这个值进行比较 那么这个顺畅二的值呢 是九 对吧 那么我这个顺畅四的值呢 是十五 显然九呢 是一个胜利者 十五是个失败的 对吧 因此这个地方呢 我就要改写 四 是放在这儿 对吧 然后呢 L二 等于 九 我要给 传到 这个 上一级去 但是呢 这个replay呢 你不能像 这前面那个play 它那个是一个猝死化的工作 它就可以去把这个祖先的那个去占领 如果我从左边来的 我就去占领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你不能随便去占领 你只能是 去跟祖先这个呢 再去比 你得 平和一点 对吧 然后凭实力来竞争 那么 这样的话呢 他再来看这个 主 这个是 这个是 负 这个是主 这个就是真主负 那么这个真主负 这个地方呢 是 存的是五 那么L二呢 跟这个L五呢 再去一比 对吧 那么是L五 是 等于 八 那么 那么 那么显然 L五呢 是胜利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L二呢 失败 就留在这个 祖先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 L五胜利了 它再往上传 但是呢 传到这个根了 它就是一个全局的最优了 因此呢 实际上第二次的这个全局最优呢 是顺串五推举出来的 占优过程 所以 它整个这个replay呢 跟play 有一点点类似 但是它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说 当你发现 你是一个 胜利者 往上面推的时候呢 不能直接到主腹那里就去推 你每一次 你其实都是相当于 跟刚才那个play那个函数一样的 相当于你认为你是从右边来的 你是后来者 人家已经在前面有东西站在那了 你现在必须要跟它凭实力竞争 你赢了 你再往上头 对不对 你不能就一下就去给它覆盖了 对不对 好 知道了这个过程以后呢 大家看我们刚才还是没推错啊 这是很容易推错的 说实在的 我一直跟大家建议 你要带着这个L五 然后再带着它的值 一起来往上头顶 对吧 否则很容易中间过程出错 这是我们刚才推的这个过程 它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的 对吧 好 那么知道这个过程呢 这个函数呢 其实你应该能写出来了 对吧 而且刚才那个play 这个已经给你了 你在写这个replay 其实就是完全是类似的一个操作 是不是 好 那么这个呢 是对于i这个位置 这是一个外部的顺串 在我们这个拜方数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很清晰的知道 什么地方是 这个外部的 这个顺串的标号 什么时候呢 是内部节点的标号 搞不好就有点混 我刚才就是给大家看了一下 对吧 那么这个内部节点呢 你可以看到 它是 偶数呢 是从左边来的 这个基数呢 是可能是从右边来的 但是 是这样的 对吧 那么这个外部节点呢 它又有点不一样 对吧 外部节点跟这个 GEO的这个性质 跟它正好是反的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 这里呢 是 重构的话呢 肯定是从 这个最外部的 一个节点开始 重构的 那么 因此呢 我们首先定位的是 这个外部节点 它的负节点的 这个位置 所以定位 外部节点的 负节点位置 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看这个 对吧 这两个公式的话 像是说不是那么难 但是大家一定要会推 而且会写 对吧 好 那么定位出 这个负节点的位置 然后呢 你可以看 我们这样一个比较 这个比赛的话呢 一开始就是爱 跟负节点比 你不要犹豫 你就直接跟负节点比 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 我们 在这个 失败的那一个呢 失败的那一个呢 它是 一直是 保持在 这个负节点 这一层 那么 胜利的那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它有一个trick 实际上是个trick 它干嘛 它把胜利的那个 就先放到B0了 这是为什么 省了一个buffer 省了一个零时变量而已 你可以去比较这两个 就是play和replay 这个函数 在replay这个地方呢 它是 少了一个temp 这个temp呢 就是被那个B0给 替代的 其实没有什么 对吧 那么你说 我如果我返回到前面 我要改写那个 play函数 我也用这个B0 做我中间一个temp 也是可以的 其实你改写一下 其实还是可以写的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整个沿着这个 路径呢 是 向上比赛 一直比到什么 这是它就不分 机偶了 不分说 我从左边来 还是从右边来 那么 它一直比到这个根 为止 对吧 那么 这里呢 就是说 因为你刚才 你那个B0里面 是保留了 你上一轮的 那个 优胜者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B0呢 是表示 我上一轮的 这个优胜者 这个 那个 P2呢 是表示 我现在 我这个跟 这个负极点 要进行比较 那么 我的这个 失败的这个呢 我就是 还是保留在原地 不动 这个地方 这个负已经变了 保留在原地 不动 然后呢 胜利者呢 我就放在 这个B0里面 那么 最后 我比完以后 B0里面 显然就是放在 全局的胜利者 就这样一个意思 所以 大家一定要熟悉 这个拜方数的 这个结构 我想 在我们期末里面 这个拜方数 它是属于算法里面 一个考点 比较多的地方 灵活应用也很多 那我们 讲完这个 拜方数的构造 以及构造里面的 它的这么一个 比赛的过程 还有就是说 我们 如果 某一个 全局 胜出以后 然后再 针对它这个 外部的这个顺串 开始 沿着一个祖先路径 进行 重构的这么一个 工作 我们都 讲完以后呢 我们实际上就是 可以做这个 多路归并 对吧 多路归并 这个地方呢 算法呢 其实 有一些地方 你可以忽略 有些是有些 对这个外部 这个文件操作的 这些地方 只是说 摆在这儿 大家有一个意识 我们这个多路归并啊 还是对文件操作 那么 至于这里面 操作的细节呢 你可以不去 太关心它 但是我们实际上 我们提供的 呃 原代码呢 里面都有 而且真的是 对外部的 这些文件操作的 大家可以去 试着用一用 其实呢 很简单 首先呢 你就是要初始化 这样一个 拜方术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初始化的 这么一个工作 其实在这之前 你大概是 已经建立了 若干个 这样的 呃 Buffer 这个Buffer呢 你可以当作 呃 用 这个 内存的 一大个 宿主 来模拟 每一个Buffer 你可以用一个宿主 来进行模拟 对吧 然后呢 宿主的这个下标 每一个宿主下标 你最开始的是 都顶到零 然后随着你这个 呃 处理 推进 你的宿主下标呢 你是要 再变一变的 对不对 啊 那么我们把这个 呃 外部的这个 呃 这些数据呢 我存在呃 一个Buffer里面 然后我在构造 内部的那样一个 拜方数 然后呢 我们这个 数结构 这个LT里面呢 它的这个呃 全局最优者呢 因为我们 初始化以后 这个全局最优 就已经出来了 那我就 放到这个呃 一个变量里面 我就要 渗出 对不对 那我渗出了以后呢 我实际上 要操作的话呢 就是有两个 一个是我要 往外头写 写我这个 渗出者 还有一个呢 我是要 呃 把这个渗出的 这个纸串呢 它这里面的 这个纸针 再往下面移移 那么如果是说 发现我这个 渗出的这个顺串 它整个这个 缓冲区呢 呃 都已经读完了 那么我就要 从外部文件里面 就是渗出所 代表的文件里面 再读一点进来 放在我这个 呃 输入缓冲区 就是呃 假设胜串 是winner 那么我要 从这个winner 标号的 这个外部文件里面呢 再读一些出来 放到我相对的 这个winner的 这个内部的 缓冲区里面 对吧 那么 那么因此呢 实际上呢 实际上就是呃 分成这两个部分 一部分就是说 看一下这个输出 缓冲区的呃 处理 那么输出缓冲区呢 也是 它所谓输出缓冲区呢 这个缓冲区 它就是为了要呃 提高这个CPU 跟我们的呃 外存 打交道的这个呃 效率 对不对 那么它这个缓冲区 本质上 都是内存 那么这个内存块呢 它一般呢 是满了一个页面以后呢 再往外存呢 去写一次 如果说你就 有一个字节的改变 你就写一次 那这样的效率就太低 对不对 它就说缓冲区满了以后呢 它把这整块 给导到外存里面 就是这样的 因此呢 这里就说缓冲区 如果是满了呢 它把它导一次 如果没满 我就直接 把它插到这个缓冲区里面 就行了 所以 所以就是 这样一个操作 就说如果它满了 我导出去一次 那呃 然后呢 我这个 不管它满了没满 那它满了以后 它导出去了 它又会清空了 对吧 我又可以写 所以我就只管 往这个呃 呃 输出缓冲里面呢 就直接写就行了 那么 还有呢 就是说 要从这个呃 Winner表示的 那个缓冲区里面 去读数据了 再给顶上来 是不是 那么 如果是Winner 它那个缓冲区呢 它整个已经是空了 空了就表示这数据都处理完了 那么要从Winner所代表的那样一个呃外部文件里面呢 去呃 相应的输出一块呃 输入一块数据放到这个Winner所代表的缓冲区里面 然后等待你继继续处理 然后你把这些处理好了以后呢 那么我就呃 可以再继续比赛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整个这个文件 它没有数据了 处理完了 这个地方大家注意 是一个细节 就是说这个整个数损 顺串处理完了以后呢 你要给它一个呃 Low Meaning 这个值 这个Low Meaning 可以是无穷大 或者如果你是没有负值的呢 你可以用负一 等等 总总之呢 就是说用一个特殊标记的东西摆得着 摆得着有什么好处 你这个呃 就是说呃 这样一个拜方数呢 在往下头构造的时候呢 相当于你这样一个输入顺串 所代表的这一方呢 它就永远不参加比赛了 这个就是呃 它的这个拜方数呢 就规模缩小了 就剩下的其他的还没处理完的顺串 他们在比 明白吧 所以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也有个细节 然后把这些输入输出的缓冲区给搞定了以后呢 就是呃 直接的进行这个比较 就是从这个呃 Winup这个呃 起点开始来进行比较 对吧 然后呢 再去呃 取得下一个全局最优者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能会有一点想不通的 就是说呃 如果我这个病的 现在我取的是一个no meaning 取的是个no meaning 他没有内容了 那怎么办 取的是个no meaning 在往上头比赛 最后 这是一个不断的这个循环处理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 不断的这个循环处理 一直到我们最后 你取出来的这个winner 他都是no meaning的 那就表示 所有的顺串都处理完了 整个比赛就结束 那么我们最后呢 再做一个扫尾处理 把这个呃 缓冲区里面的 该输出的数据呢 我给他输出去 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一个处理的过程 这这里面的这些呃细节呢 其实也还有一些的 这些细节 尤其是涉及到这个缓冲区的这个idea 之所以把这个东西写到这儿呢 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要注意这我们这是对外存操作的 我们不是说内存的这么一个比赛 不是在内存的这个操作 当然这个算法 如果是说多路规并 你确实是规并的内存里面的若干个顺串 都是在内存的这个处理 那你还要不要这些呃 卖存的这些呃 缓冲区啊 这些文件这些处理啊 你就可以不要 你如果是说要应用这么一个呃 拜方数的这样一个多路规并的这个比赛 你就不需要用到这些呃 关于缓冲区的操作 你把它删掉 然后你就应用 其实有很多这种拜方数的题 因为大家呃 说现在要减负 所以我也就不去找那些题来给大家再征负了 好 那么这个多路规并的效率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那如果是说不用多路规并呃 呃这样的一个拜方数的算法 而是原始的每次都从这样 k个顺畅里面去找最小 那么你每一轮都要去花k的时间 然后呢 是找出总共n次 所以呢是k乘以n这样一个呃 时间代价 但是呢 如果你用这个多路规并呢 这个时间代价就好多了 那么我们知道呃 去初始化这么一个呃 拜方数呢 大概是呃 就是cta k的时间 你在这样一轮里面 对不对 你看从这二次数里面从左到右 处理一轮就完了 他大概是这样多的时间 那么还有就是说呃 读入一个呃 新值并且重构这个 拜方数的时间呢 就是这个拜方数的数高 就是log k的时间 因此呢 他整个这个呃 顺串的这个规并的操作时间呢 就是k加上n乘以log k 因为这个k一般都比较小 相对于这个n来说 你是外排序啊 这个n很大很大 所以一般就是n乘以log k 这样的时间 好 这个在讲到我们这个呃 外存的这些处理的时候 大家还要牢记一点 我们经常要问你呃 仿外次数 仿外呢 是指两个方面 其中一个方面呢 是读的次数 还有一个呢 是写的次数 我们读和写每次是多大的单位 是一个block 对吧 就是一个块 或者说一个页面 这么一个单位 对不对 那么很多情况下 我们对于这些危机的话呢 我们大概是512k 那一次就是这么大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最佳规定数呢 就是放在这里的 一个是讨论他的这个 呃 规定的策略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要给大家呃 树立一个观念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呃 外排序的操作 读写次数 你还是要注意的 那么我们想 我们原始的 我不管用什么方法 比如说 我用快速排序 来建立初始顺串 或者是说 用这么自换选择排序 来建立初始顺串 或者是说 我用拜方数 也可以建立初始顺串 这我们在呃 习题上有一个题 拜方数 也可以建立初始顺串 那我用这些方法 来建立初始顺串 建完了以后呢 我就是整个这个 很大的这个外部文件呢 就是有若干个 小的顺串组成的 这些小的顺串 我如果是说 呃 假设有m个小顺串 那我如果在 我的内存缓冲区足够多 大家看到我们前面讲 这个多路规变的时候 你起码是 每一个顺串 是它有个输入缓冲区 对不对 那如果是说 你缓冲区够多 也就是内存够多 你就一次都把它们一起规定了 这没问题 你要这么干也可以 但是很多情况下 可能没有那么大的 内存空间给你做 那么你因此呢 你就要分成 好若干次 那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最佳规变数呢 我们假设 这个圆圈呢 就是我们初始的 呃 形成了这些小顺串 而且这个单位呢 就是一个block 也就是一页 我IO一次操作 它能够呃 操作的这个单位 这样一个block 对吧 那么因此呢 我这里呢 就是比如说 在这个里面 我就是呃 以一种 这个三路规变的形式 因为你建立这么一个 规变的呃 一个算法 那你就是统一了了 你三路规变就后面都三路规变了 对吧 你不会说 最开始四路一下 然后五路一下 然后七路一下 八路一下 这个好像有点没有必要 对吧 那么我们就是都是按照一个K路 对吧 那这里的话就是按照三路 那么这个三路规变了 呃 我们有同学一看 哎 这个很漂亮吧 我这两次 对吧 就是整个是呃 两轮了 对吧 那这里第一次这个山路分成呃 呃 第一趟山路 分成了三个子段 来规变 规变完了以后呢 就成了这个 这样的新的 外部串 新的这个外部串 然后呢 这个新的外部串呢 是只有三个了 我们再来一次三路规变就完成了 挺好 对吧 啊 但是呢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如果你不是多CPU 对吧 不是这个呃 多磁盘系统 那么其实本质上来说呢 你每一次在内存里面 只能干这么一个子的三路规变 对不对 那你就是在内存里面几个 这里一个 这里是两次 这里三次 啊 这里再来一次 其实你还是四次 对不对 那你这种 你感觉好像perfect 不见得很perfect 好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呃 右边呢 是一个呃 最佳哈佛满的数 是一个最佳三叉的哈佛满数 那么 大家知道我们是 就是贪心法了 对吧 取这些最小的 再构成这个呃 紫节点 对吧 然后呢 再把这个放进去呢 再去呃 取最小 对吧 最佳回变数 267呢 被 倒到内存里面 然后形成一个 长度为15的顺串 给倒回外存去 明白吗 是这样的 它必须 每一个呢 都是进了一次内存 再倒回外存 然后呢 这个890也是 类似的这样处理 形成一个长度为27的顺串 倒回外存 那么这个131415 它们也是进到一次内存 再倒回一下外存 啊 所有的都是这样的 25呢 它倒是只进了一次 再倒出去一次 所以这为什么要用呃 最佳的这么一个哈佛曼数来做这个处理呢 就是因为这个就是说你应该把那些呃 长度小的呢 最先归病 它多倒几次也不影响 那么读写次数是什么呢 你看 其实这个267这一层的这些跨 它们呢 一共是进一次出一次 然后呢 进了第二次出第二次 然后再进第三次出第三次 看到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 它跟这个跟节点之间有几个边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它路径长度是几 那么就要乘以几 而且呢 这是一个读次数 同时也代表着一个写次数 它们是一样的 读和写的次数完全一样 所以呢 读写这种次数呢 我们这里是已经被我们乘了2的 如果说读次数是多少 那你除以2 如果说写次数是多少 你也是除以2 明白吧 那么这边不是一个最佳的规变数 但是它的计算方法也是类似 所以你可以算出来 你到底什么策略是最佳的 好 那么这个读写次数 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下 对吧 大家要注意 我们虽然说 在整个这个外排序这一章 我们的算法 大家看来看去 就是二叉数的算法耶 然后你就忘了它是外存的 所以我们在那个规并排序算法的时候呢 我们还给大家再来专门把那些对外存的这种输出缓冲和输入缓冲的处理呢 专门给它写上去 就是要提醒你 它是外存的 当然这个规并排序算法 当然规并排序算法这个外放数呢 它也可以应用在某一些内存的算法里面 其实是可以应用的好多个题都是比较有意思的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跟外存无关都是内存的这些数据 那么你就不要那些外存的处理的内容了 对吧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我们本章的这些概念 那首先呢我们知道外存和内存的差别 外存的话呢比内存要慢 那个五六个数量级对吧 十万到一百万倍 因此呢我们一定要尽量的减少这个仿外的次数 主要是外存呢它毒血是个瓶颈 然后我们呢 为了要说明外存它是确实是很慢数 我们讲了一下外存这个瓷盘结构啊等等 你可以看到它是机械运动肯定是很慢的 然后还有就文件组织一些基本的思想和原理 对吧 为了要在外存和内存之间导数据导得更快一点 我们会有一些缓冲区的技术 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规拼排序 其实也用到了缓冲区的一些技术 对吧 我们能够预先的读一些 预先的写出一些 对吧 这样的就是使得这个整个仿外的速度能够得到提高 还有呢 在外排序来说呢 我们的原则也就是要减少仿外次数 包括我们的置换选择排序 它是要形成尽量长的初始顺串 那包括我们的这个选择数 这个多路归并 我们也是要使得整个这个归并的效率比较高 仿外的次数比较少 对吧 然后最后我们讨论了这个多路归并的这个效率问题 对吧 那么它还是一种不错的算法 那么我们也再回顾一下 我们在内排序里面说到归并排序 我们说本质上它是一个外排序的方法 实际上在内排序里面用归并的比较少 因为它用另外一个特别大的这个数组 再导一下数据 而且这个数据是整体要这么导过去 这不太合算了 好 这堂课到这 我们下堂课讲检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